考试考到双耳陶冠 你就够去那边 四姐教你一张考定双耳陶冠 好 我们先把它的形找一下 这个双耳屏它的形 跟我们平时练的常规的进步的形 它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不一样 我们要把形好好找一下 它脖子这种修长的感觉 也要把它去做出来 后面是勾它的耳朵 很多人就怕死了 老师老师我今天考了一个这个怎么办 其实不还是一样的画法吗 一样的是整体来说 它是一个暗面 在它的内面里面 它会亮暗灰暗 这个是一个双耳头屏 好 我们已经把它的形了够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它的颜色 这里自己用的颜色呢 是白加一点点孤蓝 加一点点穿着青 加一点点蔷薇 一开始的颜色呢 你不要给它整得太纯 你看 先用笔怎么样 把它压下来 先涂一下贵有色 行不找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罐头里面 它是一个 我们不用抄它照片本来的颜色 我们可以自己去调整 我们先画在重的部分 可以用孤蓝 加一点点这个 孤蓝 加一点点这个大红 取得了外口的颜色 红色透出来 透不出来 整成形透 用笔点缀一下 二口 这个里面一定是最重的 平身的暗部 应该要比它浅一点 好 我们来把平身的这个暗部 加一次 有时候不要一笔带下来啊 可以分为两笔三笔四笔五笔 没有关系的 蓝层互补 我们可以找一点点橘黄 怎么样 呼应进去 先不要考虑它的耳朵 我们先考虑它大的一个形合体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边边 我们把口这里进行一下过渡 我们再把这个亮灰 把中间这个灰面加一下 我们用的是孤蓝加一点点中黄 加一点点蔷薇或者香苹果啊 都可以的 香苹果吧 这让大家已经看到了它的亮灰暗 我们再把平口换一下 把罐口的边边加一下 往后走都可以加一点紫灰 加一点黄绿 蓝罐子也有厚度啊 我们可以拿到暗面的颜色 把它的厚度加一下 反光呢 我一般会运用蓝色的互补色 蓝橙互补 所以又会用橙色来做它的一个反光 然后用最重的颜色 孤蓝加深红来卡它下面的点 就像这个位置 是必须要卡点的啊 红色透出来 我们再拿小笔 把边缘 这边缘两侧啊 要往后过渡 很多宝贝啊 为什么画出来的这个双耳屏 画着很突兀啊 就是因为你看像这种它是属于深厚的东西 把后面的东西呢 坏得太实了 它就会怎么样啊 很突兀 前面的东西 我可以适当的纯一点 就前纯后 其实主要还是要把握好它的一个空间关系 好 这里呢 接下来的塑造 建议多用一号勾线笔啊 我这里用的是森眼的一号勾线笔 稍后面稍微勾一下 用这个调色纸上也有的暗 暗色啊 这种颜色 后面这就不要再画了 我们重点画哪里啊 画前面的这个耳朵 你看一定要拿勾线笔来画啊 勾线笔才是塑造的 YYDS 不要不要太细了勾线笔 太细了勾线笔呢 你容易把它线画的很抠 你看这样子你的这个画面是不是它就 这个耳朵是不是就出来了呀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我们画的面它是比较整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勾线笔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通过勾线笔来做一些丰富的笔触来丰富你的画面 好 然后呢我们开始来把它的罐口 你可以用勾线笔再拉一下 回忆 我们 韩光绿影这一款呢 有更多的勾线笔型号 它能满足每一个塑造位置的不同的需求 你比如说你的手比较不稳 那你可能用自己这个一号勾线笔画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会容易手抖 那么我们韩光绿影这款呢 有更细的勾线笔 你看像一些更细的笔触 我们就可以用更细的勾线笔来完成 你看这种反光啊这位置啊都去做一点点啊 蓝橙护我们可以用点橙色 像这种暗部里面的东西不要去画的太实 我们主要画它出来的部分啊 像这种出来的部分我们是要去重点去画的 躲进去的部分我们不要去多画啊 这种小耳朵这种立起来的地方 哎我可以用勾线笔 把它这种比较硬朗的线条表现一下就OK了 好 那么如果考试遇到像这样的蓝色双耳陶罐 与你平时画的陶罐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丝解的这种方法 记住我们重点塑造的部分还是罐子本身的结构 只是在上面贴两个小耳朵 一定要注意的是前十后须 静大远小 前强后弱 只勾勒它出来的部分 躲在暗部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啊 是要弱进去的是要跟它罐子本身的暗部含在一起 不要把这个结构单独拎出来 做成一个部分去画它 要把它想象成是连在一起的